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台股今天再漲195點 好 緩彈格局沒有改變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大盤17633出現賣出訊號 17633就是最高點 好 下來以後到16162出現買機訊號 所以16162確立就是最低點 好 那未來會漲到哪裡 沒有出現賣出訊號以前 那也不要異色立場 你看 禮拜五漲 昨天跌今天漲 所以大盤 橫盤震盪反彈 各別股表現 這叫台積電 好 一樣551出現買機訊號 供到638 出現賣出訊號下來到560 560出現買機訊號 所以560確立低點 我在這裡也畫一條線給各位看 這叫倒行緩轉 11天的倒行緩轉 理論上就算空頭也沒有那麼快就會下來 這裡11天 理論上最上面最少最少要 最少要一半的時間 5 6天的時間要在這線的上面 如果行情來 當然638會夠 因為這裡買機訊號出現 除非未來出現賣出訊號 否則560塊錢就是最低點 這叫大盤 好 然後看一下我的會員的股票 這是6712長勝 它從492.5出現賣出訊號下來 跌到318 那我講過很多遍 318以下都是超低 因為RSI背離 318以下都是低點 在這裡洗盤一次 洗盤兩次 212這裡確立最低點 因為這裡出現買機訊號 如果要破212.5 會再出現賣出訊號 所以 假設你有6712長勝的人 我希望你來跟我們操作 因為 在這裡 股票會來來回回 那只要出現賣出訊號 我一定會收錢 我一定會請會員收錢 因為目前我們有7成的 6712長勝 那一定會收錢 因為來回中 它如果要漲 股票要漲很簡單 它就不回頭 那只要回頭就是要整理 好 再看一遍 好 跌跟漲都是一樣 你看 只要跌 它就不回頭 一直跌跌跌跌 318破了 超跌到這裡 然後 一次 沒有成功 第二次也沒成功 這是第三次 會不會成功 我認為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 如果它都不跌了 不要漲 只要把時間拖過了 尤其昨天 6712長勝 列為負貴指數 那既然是負貴指數 也就是 我們講ETF的意思 那 法人必須要買 一定要買 因為這基本的嘛 基本持股一定要買 那到底要怎麼買 順勢買呢 還是像今天這種盤一樣 漲一天 跌一天 漲一天 跌一天 但是我代負原 只有一個邏輯 來 我在寫在這裡 從我們1月8號開始買163塊 到現在 這三大要件 這三個題材都沒有兌現 什麼叫沒有兌現 因為它叫授權 還會授權 所以 這三個授權都還沒來 那既然沒有來 因為磨了很久 所以就有人受不了了就出 股價只要 股票只要有人出 當然會跌 跌到212.5 我說 它會不會再上癮一次 假設授權 只要一公告 我在強調 它 應該最少三天是買不到的 那 什麼時候授權 這才重點 好 那因為它的EBS 前 前半年也不過賺0.88 但是第三季賺3.98 常盛細胞 美麗細胞 訂單已經排到明年的7月 也就是這種股票變成 它是在等時間點 也就 這樣白了 少了一桶汽油跟一支火台棒 切少人家點火 如果你把它點火 它燒起來了 就是切少一桶汽油跟一支火台棒 所以它不會漲 那什麼時候這個火台棒跟汽油會進來 如果一進來就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 關鍵點在這裡 我都沒有改變 因為我們買它是因為這個理由 好 那這個就是天倫數字 比較快的就是UMSC01議題 幾代堅持幹細胞 好 那因為它寫得很清楚嘛 在疫情控制下 反正一桶汽油可望 優於上半年 當然 尚不包括其恰然中海外授錢 不包括它恰然中海外授錢 你看 單單前三季就賺4.89 這4.89都沒有含在海外授錢 所以到底它要 它的海外授錢會有多少 我說莫名其妙 你注意看 一季多了將近4塊錢 第三季將近賺4塊錢 各位你看到它的營收 它的營收前三季2.98億 前三季 可是它的獲利是3.011億 所以我說它有很多潛在的獲利 那什麼時候入賬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列為富貴指數的成分股 這種股票只是時間而已 早漲晚漲多一會漲 來再看一遍 所以只要它不出現賣出信號 我們一路上就會跟它報 但是只要出現賣出信號 我們就會來一會操作 假設你有六七月常勝的 我希望你這一波不要再做錯了 國標市場很簡單 包括我的會員都一樣 我再講一遍 我們不講108年4月開始買的 那個90幾塊不講 我們講今年1月8號我們163進去 有多少人每年看電視163他們不相信 不相信一直漲到500多 那有人買了以後 買四五百塊錢的人來參加會員 因為他的成本就四五百 這無庸置疑嘛 來參加會員以後 他到510就回得修正了 那你買四五百塊錢的一定賠錢嘛 因為今天才250幾啊 一定賠錢嘛 所以我常常講的那句話 叫一款人一款命 你又加入我的會員 那個時間點很重要 不是因為你買股票 有人是買股票以後 買了以後來參加會員 可是你的股價高啊 包括有很多人股票買了以後 好了也有人來參加會員 也有人不參加會員 當然有啊 可是有人來參加會員以後 他又不把他的股票張數 跟價錢跟助理講 那你不跟助理講 助理就沒辦法 我就沒辦法通知你要在哪裡 要賣一趟要買一趟啊 我都把你認定你的成本就163塊啊 所以有人就賠錢啊 所以有時候也是 講起來也很冤枉啊 那這些投資人也很辛苦啊 所以這一波一定不要做錯 假設你有的話 我再講一遍 因為我們為什麼當時要出三層 因為這裡再來 如果他漲不動 我們會再收錢 一定會收錢嘛 股票市場就這麼簡單 他不漲了把錢收回來 那重點就是要未來要佈局來 佈局廣效型疫苗 好我們來看嘛 我為什麼要給各位看這一張 這是8月27號 好那8月27號 他要互幫董事長蔡明星在這裡收股票 他說誰的 說這些專利創作人的股票 因為專利創作人他授錢給這家公司 那這家公司叫做什麼 這家公司就是 來 這家公司就是鑽石生技 鑽石生技 中央研究院把授錢給這家公司 鑽石生技成立一家公司 那政府有三層 我在講那故事 本來是股本12億 政府就拿6億 那6億 出錢的人拿6億 6億就給中央研究院 那當然包括政府都在裡面 就給你6萬張 好那鑽石生技拿6萬張 也就是總共12億 拿了12億的現金出來 其實前面已經燒錢了 燒一燒以後才會成立這家公司 因為已經燒錢了 那燒了以後想想 那結果也差不多有了 所以就拿了12億成立這家公司 拿了12億成立這家公司 6億給中央研究院 6億就是這些鑽石生技的這些 我們叫做投資人 那也就代表他的股票是20塊 因為他拿的是 他拿6億而已 他拿12億現金 可是他拿6億的股票 所以每一股就是20塊 好那錢燒得差不多了 那中央研究竟說 錢燒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你可以再給我錢 那這些生技公司的老闆 就開會結論 他說那就跟中央研究員講說 你要多少錢 他說不然 你就給我18億好了 就給我16億了 錢不過 12億燒的 那鑽石生技就說 那這樣子我給你32億 就給你32億 我給你一倍 再一倍給你 那中央研究員說不用那麼多 不然這樣我們折中就24億 各位你去想 已經12億燒了 所以你說 揍生一股 是不是叫天使投資人 無問題 你買一檔股票 錢已經燒了 你還有錢來買嗎 你會不會不平衡 可是為什麼這個投資人很豔利 你去想想看為什麼很豔利 他拿了24億 那20億就獻增6萬張 6萬股 所以6萬股 每股就40塊了 加上原本的20塊 就等於60塊把它除以2 所以他的成本就是30塊 這30塊 大股東的成本是30塊 那這些專利投資人 因為他有分到股票 那他們因為要申報所得稅 所以要課40%的稅金 因為中央研究員的這些人 他的薪水 都已經過了40%了 可是股票進來不是錢 那股票進來不是錢 它是股票 那你要繳稅是要繳現金 所以他就只有賣股票 所以這股票為什麼不會漲 是因為 他要繳40%的稅 那最後的結論就 蔡明星蔡董就在這裡 就收他們股票 你要我就收 所以從52塊半收股票 好 那我跟他講 我跟你們講說他在收股票 你們不相信吧 好 你看到這是8月27號 好 那8月27號來 8月份內部人的持股 只有68,637張 那9月份一個月收多少張 1萬6千張 看得出來嗎 9月份多了1萬6千張 好 所以我去算他9月份來 9月份就從這裡 我們看他9月1號在哪裡 9月1號在這裡 1、2、3嘛 兩紅三黑 好 兩紅三黑在這裡 9月1號 好 9月1號到這裡 剛好就一個月 好 之後這20天的平均價錢均價 20日的移動平均價均價 是75.24 75.24 今天最低777 今天最低也777 所以各位我問你好了 也就是假設這1萬6千張 假設這1萬6千張用金價的概念 金價的概念就是75.24 1萬6千張 75.24 那1萬6千張代表是 等於是他股本的10% 因為他股本就是18億 我們把它講說10% 對不對 好 那他本來 這些所謂的鑽石基金的投資人 他本來是三分之二的持股 也就是他股本18億 他本來就是12萬張 現在再加了1萬6千張 也就是加了1萬6千張進來 這些成本是75.24 好了 我們前面不算 我們說這1萬6千張好了 假設用金價的概念 成本是75.24 那我問你好了 如果你是這些幾千 不要幾千億 幾百億有 一定有 後面有幾千億的 我的第二段故事是有幾千億的 那這個第一段故事是幾百億 當然有 如果以蔡明星董事長來講 應該上千億應該有 上千億 上千億應該有 好 那他收了75.24 那我問你好了 我常常又說 這些就是以富邦董事長這個概念 他錢很多啊 他幹嘛去買股票 他去買土地就好了啊 台灣土地最好賺對不對 台灣土地怎麼好賺 因為台灣土地是有限的嘛 政府 各地方的政府 土地在標的時候 他也不是標公高地價 他都標很高啊 台灣每一個地方政府 土地都是標很高啊 你記得 當時台北市的社會住宅 台北市長說 人家問他說 你社會住宅不是要便宜嗎 他說我們這個社會住宅 又不是要給窮人住的 所以社會住宅也是很貴耶 你一般人你買不起啊 各個地方政府土地都是標很貴啊 那土地標了又就沒有了啊 那他們不會 像這種富邦董事長 他們不會去買土地嗎 他們為什麼要把錢拿來買 買這家生技股 為什麼 你問我好了嘛 所以我今天的YouTube的表 寫一個 養地種股票 因為土地動不動就幾億 大家沒錢吧 你有幾億嗎 那這些大股東寧願 把錢拿來買股票 所以當然他也有土地 可是他這些錢 他又去拿來買這個廣孝型疫苗 也代表說他相信 這個廣孝型疫苗 未來的後利的倍數 一定比他買土地的更多嘛 不然他買這個幹嘛 他又不是阿呆 任何一個 尤其像富邦董事長這種 我說他的研究團隊 他的智朗團 我告訴你有多少人 一個金控裡面有多少 財經界的高手在裡面 對不對 那你去評估 這家公司能不能買 所以我當時用這一個嘛 來 我說這一家公司 這9月1號 9月1號股價 那為什麼寫一個1000億 因為市場評估嘛 各位 市場評估三年內可 要升為台灣最大的生技期間 價值超過1000億 當時什麼時候 這裡叫2015年 2015年 那2015年再加3年 就2018 可是 2015過了3年 現在又再過3年 已經到2021年了 結果以 9月1號是51塊 今天當然是78 就算你78 他這裡才190幾億 不到10分之1 現在也才100億出頭 如果要到1000億 這檔公司的股票要到1000億 各位 股價要500塊 因為他股本只有18億 所以要超過500塊股價 現在才70幾塊 所以假設 按照媒體善意的這樣報導 這家公司的股票應該要超過500塊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們多出來的錢 我們就要開始慢慢來 布局這種廣效型疫苗 那到底它的利基提載在哪裡 它的利基提載在哪裡 好 我們下一段講 休息一下再回來 並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晚間8點到10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本節目不推薦任何股票 通常第四季一定是生意股的旺季 那現在大阪是列股輪漲 什麼樣的股票 只要題材一來 聰明的資金就有進來 要先坐在鎖上 人才會把你鎖握 你沒有在鎖上 人家鎖子抬起來 你在外面看 簡單 先坐在鎖上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所以為什麼我會把 港銷行疫苗 一如一時的很清楚的講過 各位聽 來 再看一遍 為什麼 為什麼 富邦董事長要在這裡收股票 好 我們回到這家公司 來 這家公司 生機業的台積電 好 那他最最重要的 你看他這裡面有一段說 其實只要把專利過期的抗體 要貼掉一部分糖分子 再接一個糖分子之後 就是另外一個信料 光是這些代工生意做不完 就做不完了 那因為目前都是韓國人跟印度人 在賺這個錢 因為台灣速度比較慢 也就是台灣比較學術化 學術化 好 你只要看到這個 再來就是他的專利 他總共擁有68箱 是在去年3月31號 到了今年來 今年公告9月11號公告的時候 已經119件獲得專利 119件 各位 你去想想看 一家生技公司 就是專利 通常大家都會想 台積電專利最多或紅海 可是生意公司要拿到專利都困難 所以你說他為什麼 來 他為什麼叫生衣股的台積電 來 生機業的台積電 你看看他讓他獲利 我說他只要拿專利來賣就好了 專利來賣股價都不會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市場估他 市場估他 藥物潛在價值超過1000億 那藥物潛在價值超過1000億 也就市值1000億 用市值來講 用他的股本 他的股本只有18.3886億 就18億多 那18億多 不就要500嗎 那現在股價多少 現在股價才在這裡 78.4 那我說剛剛說 那為什麼蔡明昇董事長在那邊收股票 這個是9月份在這裡 9月份到這個位置 那10月的第二個假日最高有到100 9月份在這裡 那用金量金價20日金線的理論 也就是金量金價用金價的理論 那這20天的金價就75.24 也就是後面加進來的 1萬6千張的成本 大概就在75.24 我是用金價的概念 那因為重股票 有時候我用這樣子 比較市場上可以接受的 有時候比較便宜 因為有時候我們說 全部來的比較便宜 可是它是第一段故事而已 什麼叫第一段故事 再看一遍 我為什麼要常常用這個 來 因為蔡明昇董事長 她在這裡收股票 我問你 我剛才講 因為有很多東西 我不能講得很白 一家金控董事長 她為什麼急急忙忙要收股票 為什麼急急忙忙 而且已經從52塊半開始說 收到現在70幾塊80幾塊 還在收股票 她為什麼要收股票 為什麼 如果你去了解市場上 如果說你是個高手 你會去想說 對 一家金控董事長 台股有兩千 將近兩千支股票 生技股也有一兩百等股票 那就是說生技股好了 生技股一兩百 她為什麼偏偏要來收這一家 為什麼 第一個 我剛給各位看專利 國盟獨七 第二個 我會拿這個給各位看過 各位 如果你有印象 我說 你只要看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來 這檔股票叫浩鼎 最高755 那浩鼎是什麼 浩鼎也不過是 不過是翁祈慧院長的其中一個 我們叫專利而已 她是一個專利而已 並不是她的前部 是她的部分而已 這個是她的一個部分而已 應該在這裡面 沒在這裡面 浩鼎只不過是翁祈慧先生的一個專利 就755 那當然後來浩鼎沒有成功 那這一家公司是總共 總共是有多少專利 是翁祈慧先生一身的前部 幾乎是她一身的前部 那所以為什麼有人會在這裡收股票 來 在這裡 你看浩鼎也不過是翁祈慧先生一個專利而已 可是2006年翁祈慧先生帶領40位研究團隊 進入糖分子的科學領域 所以給各位看的就是說 為什麼人家要在這裡收股票 為什麼 翁祈慧從2006年到現在已經多少 現在2021 15年了 他15年來的所有的經歷就在這家公司 那浩鼎也不過是他的一個小小的差距就755 所以用這種概念 人家在這裡收股票 我一直講說 他可能也不會只看幾十塊 或許就是我這張手寫的一樣 他或許真的就是看他的潛在價值 如果他的潛在價值真的發揮出來 股價是500多 所以為什麼我要錢 我都會很開始在這裡收股票 而且我講的叫第一段故事 叫蔡明星蔡董事長 那台灣絕對還有比蔡明星董事長更多錢的人 當然不是洪海因為他去收你看50億 就去收台康生 你用洪海董事長的概念 他為什麼去收台康生用50億 後來再加25億大概用75億去收台康生 75億 這一家公司股本才18億 而且台灣最有錢的不是富邦 也老實說 郭台銘跟郭台銘等量的人 那是我未來要講的第二段故事 那再來還有第三段故事 所以一檔股票 我說一段故事可能就是三個月半年 那一檔股票就是要大長線的 假設你有好幾千萬幾億的人 這是一個很好的標的 想參加的打電話 裡面頭一個時間再會